OK 終於來到了大家敲碗已久的 有沒有看我旁邊這幾雙 沒錯 他們就是Nike 在2023年所推出的全家款系列 從最入門的小飛馬40 然後到中間的這款 Invisible 第三代 到最頂級的Vaporfly Next Park 第三代 相對來說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HELLO 大家 我是聖焦山爑 我們終於來到了期待已久的 可以開箱Nike全家桶系列 但先跟大家說明在先 今天所開箱的所有跑鞋都是我們自費購買的 那我們今天會開箱的第一雙呢 也就是小飛馬的四十代 那第二雙呢 是Incible Round 3 第三代的這雙 緩震衝擊型跑鞋 好笑嗎? 我沒有念錯吧 Invinc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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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incible第三代 第三雙是我們目前在跑者 應該是討論度最高的 就是Vaporfly Nexpa第三代 那我們今天呢 將分別穿著這三雙跑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實際上腳的感受 還有推薦什麼樣的跑者 可以適合什麼樣的跑鞋 OK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這雙小飛馬跑鞋應該算是很多人都有親自體驗過它的前幾代 其實它是一雙就是非常好上腳的這個跑鞋 我很印象深刻我在穿那雙三九代的時候 我不小心踩到針就是那種螺絲釘 然後把這個氣墊穿破了 所以我兩腳的感覺是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一腳會感覺踩起來會有這種Q彈的氣墊 然後另外一腳被我刺破的完全是沒有這樣的感覺 那實際我在穿上四十代之後 我自己的感覺它沒有像上一代三九相對起來這麼樣的Q彈 我自己會覺得它的紮實度其實相對於三九來講會更紮實一點 在實際跑的時候你會覺得它的紮實度很夠 就是踩起來會覺得它可以給你很好的緩震 但是沒有真的會有很好的回饋Q彈的感覺 如果說一到十分的這種回饋Q彈感受 我覺得它大概只有六到六點五分的這種腳感 所以跑起來你會覺得落地很紮實很穩定 但是沒有很好的往前回彈的這種感覺 但是第二個要講的就是它的這個滾動感受 其實我覺得它的高低插座還蠻適中的 所以它的滾動感受的腳感上 你會覺得速度快的時候其實是會被帶著往前跑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滾動效益在實際跑這種持續輕鬆跑的時候 對於幫助的這個效果是蠻大的 就是鞋子可以帶給你一定的反饋 那下一個我覺得它的優點 就是它實際在跑起來的時候 它的控制靈活度其實是很高的 如果你以正面這樣看起來 其實它的鞋子寬度我覺得沒有到真的很寬 可是它的這個穩定性就是很靈活 跑起來的感覺你會覺得你真的要往左往右或是稍微加速 隨時要改變方向的這種跑感 就是很靈活 我覺得是因為在鞋背上的這個包覆性很足夠啊 所以它就在靈活度上我覺得加分不少 那我覺得這雙小飛馬40在落地的這個腳感 因為它這個鬆餅網格的設計 就是它的經典設計 它其實抓地感受 像我們剛剛在跑前進場的時候 其實抓地感受是非常好的 真的要做一些速度轉換的時候 你會感覺在加速的時候 這個抓地的感受是很紮實的 就可以帶給你很好的往前推進的效果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它在後跟這個地方 這個部分我覺得算是目前可能 市面上跑者普遍比較多人 在速度不快的情況下 會先落地的就是足跟落地的位置 它這個位置有稍微加大這個範圍 所以我覺得它在穩定的效果上 是有來到一點點的幫助 因為以往有些跑鞋在後跟是會微縮起來的 就是稍微往內收回來 那這樣的情況有時候在落腳的低下 會覺得有一點點想要左右塌陷的這種狀態 但這雙小飛馬40就可以帶給你很好的 就是紮地的踩住 然後往前滾動的這樣的效果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它是一雙 就是蠻中規中矩的跑鞋 那我自己在剛剛穿起來的腳感上 我會覺得它的布面來說 還是有一點點的厚重感 實際在跑一段時間 你可能會覺得會有一些些悶熱的感受 雖然它這個透氣孔洞已經非常多了 但我覺得它還是有一些些的就是厚重感 那實際跑起來的感覺也會覺得 這雙鞋的就是中底來說 它不是那種真的很Q彈的選擇 它比較是紮實派的 所以對於初學者來講 我覺得是一雙可以直接上手 但是如果你說要拿它來做一些 真的非常帶給你很大幫助的推進感受 它或許不是第一選擇 好 OK 下一雙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Nike的這雙Zoom X Invisible第三代 那這雙跑鞋呢 它的定價就相比剛剛的小飛馬 稍微再貴一點點 那它的整雙鞋的定位 就是緩正型的一雙跑鞋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它搭載的這個中底 是使用Zoom X這個發泡泡棉 那其實這個科技的材質是使用在更高階的 就是Vaporfly第三代這種頂級跑鞋當中 那把它下放到就是中間鞋款的這種緩正系列 但是又把碳板拿掉 所以它就可以很好的去展現出 就是這個中底科技本身的這種Q彈的感受 那我在實際跑起來的感覺 大家可以直接看這個正面往下看的俯瞰圖 其實它的寬度很寬 不管是前面或後面都是 所以實際跑起來的感覺 其實很明顯可以感覺到落地的穩定度是比較高的 就是你會覺得很紮實 不太會有這種容易左右掉出去的感覺 那這個就讓我有一點點意外 因為它其實是使用這個Flyny的這個布面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穿過Nike家的這個Flyny系列 它其實在早期我自己會覺得 穩定性沒有到這麼足夠 那在這雙第三代的這個Invisible穿起來 其實我會有點意外的 它的這個包覆穩定度其實是蠻好的 不太會有那種以往感覺 它可能是編織布面 然後就會沒這麼穩定的這種擔心的情況出現 那它在落地的感受呢 其實這個中底設計啊 我自己看一些國外的頻道 在分享中間鞋的時候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Nike本身設計希望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中底的時候 有一層是藍色一層是白色 那其實按起來的這個感受度有一點點不同 藍色的材質是稍微再硬一些這些 但我不知道這個是單純 顏色的差異還是真的有差 但實際在跑起來的感覺 我自己聽一些國外的夥伴分享 他們其實是在落地的時候想要把它 有點像你在支撐到地板的時候 可以讓中底夾在就是這一層包覆性裡面 所以可以增加它的穩定性 實際跑起來是真的覺得有比較穩定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中底設計的關係 但是相對來說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這個ZOOM X這個中底八炮科技 它雖然很Q很軟 然後也很會回彈 但是相對來講我覺得它的回彈 就比較不一定這麼好掌控 就是你會覺得像小飛馬是很線性的 往下踩紮實 往前推進很穩定 但這個往下踩往前的這種感覺 你可能會不太好去預估 它接下來要往哪個方向彈的這種感覺 就是不是直接正前方 它可能有一點點往側邊 有一點往側邊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稍微穿起來很Q軟沒錯 但它的回彈感受是 我自己覺得有彈 但不好操控的彈 那這雙鞋的抓地感受其實也是蠻穩定的 那它已經有把一些就是大底的部分做挖空 想要偷勤 但我覺得這雙鞋的腳感還是很明顯的存在 我印象中是300多克的單腳 那相對於前幾代還稍微重了一些 那實際跑起來的感覺 真的在跑比較快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存在感很重 就是你會覺得腳就是有拖著一雙這樣的跑鞋的感覺 但相比小飛嘛 它的這個Q軟的中底材質 還是有讓它有一些比較優異的感受 就實際跑起來比較容易把頻率帶起來 但是實際的存在感我覺得太多了 就是不一定會是我拿來做訓練的唯一選擇 它可能會是平常走路啊 然後走起來很Q軟很舒適這樣的感受 它比較像是亞瑟斯人Limbus 25 或者是像HOKA的Clifton 9 類似像這樣的鞋子的定位我覺得是 比較跟它是同階級的這種鞋款 那最後是它的鞋跟部分 我覺得相對於其他鞋款 它的鞋跟其實是比較開闊的 所以跑起來會覺得鞋跟有一點點不穩定 你會覺得一直鞋跟快滑出來 但是落地之後又會踩回來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的小缺點 就是你真的要跑快的時候 你腳跟會一直掉出來 但落地又在踩回來 這個就是我覺得後跟沒有包覆很好的一個小小缺點 這個就是後來跟大家分享的 應該也是大家最期待的 也就是Nike的Vaporfly Next Park 那這雙第三代呢 相對於前一代的腳感 我自己感覺啦 它的扎實程度上升了不少 我自己穿二代的時候 會覺得它在落腳的時候 它就是比較Q彈 然後你會覺得腳有點陷下去 然後又被碳板吹回來的感覺 那在這一代其實感覺上 觸碰到碳板的機會變少了 那在一些國外的網站實測 它其實在大底的部分 也縮短了2mm 所以它的大底變得更薄 讓它重量可以有一些是優勢之外 它把這2mm改成 就是把這個Zoom X的發泡泡棉 增加了2mm 所以它在落腳的感受上 我覺得是變得更扎實Q彈 然後不會落到一整個線下去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有一個小亮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它在腳底的部分呢 有新增了一些參數在上面 我覺得真的滿有趣的 就是它上面有寫到 它的整個Zoom X發泡泡棉是59.4公克 大底的材質是21.7公克 碳板的材質是16.5公克 我覺得這個是滿酷的 它把一些它的科技的總重量寫在它的竹根上 但這個可能跑久了 或許就會不見了吧 那這一代除了剛剛講的這些小亮點之外 它的中底設計也是像 愛迪達的這個Pro3 就是一樣是挖空的設計去偷輕 這可能是接下來就是在一些 比較高階的碳板鞋鞋款 會往這個趨勢去發展 因為畢竟鞋子的重量其實也影響很大 然後接下來看到布面的部分 它的這個透氣的孔洞 其實是真的超透氣 就超薄一層的 但是我覺得實際在跑起來的這個穩定度 有點意外的就是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 就我原本很擔心 它這麼透明的情況下 會不會實際在跑起來 腳背的包覆性不夠穩定 但其實是沒有這樣的狀態 而且它在前面鞋頭的部分 以往它這邊會打一層膠 就是在鞋頭的這個穩定度 因為有些跑者可能落地的時候會比較容易往外陷下去 那打了膠可以讓它穩定性增加 但今年直接把這個膠就取消了 所以實際的腳 在前腳的這個腳掌感受 我自己會覺得相對於上一代來說 它會更加的 就是可以穿得再更靈活一點 我自己原本在上一代穿的可能是8號板 但我在這一代只穿8號 就可以穿得起來是比較穩定的包覆 因為如果穿到8半一樣的尺寸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有點太大了 在前面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選鞋尺寸上的建議 大家可以 或許在這一代的時候可以稍微小拿半好 然後在後跟的地方 它一樣有加入了這個氣墊棉的材質 它的這個穩定效果就很好 不會讓你過度腳跟有往上跑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實際穿上Vaporfly第三代 我覺得最明顯的就是 實際在跑步的感覺 數據上 我剛剛在測的時候都會是 前面大概有一半是跑比較慢的配速 就大概是五分數 然後後半會開始加速 但前面慢的時候會發現有點慢不下來 就是我覺得應該要穩定一點的配速 但腳頻率被帶得很快 然後它的觸地時間也縮得很短 其實回來看數據也是 就是在三雙不一樣的鞋款 實際跑當中 這雙鞋的這個觸地時間是最短的 然後實際它跑起來的感覺 頻率跟步伏也會是比較好的狀態 所以它的這個滾動帶動的感覺 就是落地然後趕快把你往前回抬這個感受 所以三雙鞋一定是最強的 畢竟它是最高階的鞋款 那我覺得這個感受是很明顯的 實際在跑當中 真的會讓我覺得 欸我的腳一直被鞋子帶著往前跑 那步伏會越帶越快 那這個時候會覺得 我沒有這麼刻意的要去往下踩 或往前踩腿 就可以帶到很好的節奏感 但它的優點 我覺得在實際 第二階段我跑比較高速度的時候 它的穩定性是意外的讓我覺得 哇它的穩定跟扎實程度是很足夠的 不會因為你速度變快 落地的這個支撐力量可能變大 就會開始有一些側向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對我的評價來講 目前來說是還蠻高的 接下來我跟它再相處一段時間後 再跟大家分享更進一步的心得 OK那我們最後就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最後在這三雙鞋 我自己會覺得它比較適合 推薦給什麼樣的跑者 那第一雙當然是手上的小飛嘛 它是三雙鞋當中比較入門的跑鞋 那這個鞋款呢 算是我覺得它的定位比較全能一點 如果是我自己平常在做一些休閒輕鬆跑 肯定會拿它來使用 那如果真的是一開始 剛開始跑步的跑者 如果你的配數可能沒有那麼快 六七分數 我覺得它也很適合拿來當做一雙 就是競賽型的跑鞋 那它的優點當然就是它的定價 比較相對低一點 以目前的跑鞋市場來說 這個價錢要買到這張比較全能的鞋款 我覺得它是一個算非常好入手的選擇 下一雙Invisible第三代 我自己會覺得它比較適合的定位呢 可能會在平常比較休閒訓練的使用 例如說我在修賽季期間 我想要就是偶爾拿出去稍微小慢跑一下 它可以直接在輕鬆跑的時候 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Q彈回饋感受 那我自己會比較喜歡它在走路的腳感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雙 我的話沒有那麼推薦 因為五千多塊可能要買到這樣Q彈的感受 我可能更相對於喜歡其他品牌的 像Nimbus 25 或者是Clifton 8的這種 活潑跑起來比較輕快的感覺 那最後一雙呢 也就是Vaporfly第三代 那這雙跑鞋我覺得當然無庸置疑的 它是目前來講碳板鞋的最領先者 因為最一開始是從它的第一代開始推出碳板鞋 那以現在來說 我會覺得其他品牌已經慢慢追上它了 所以它的優勢可能沒有像以前 這麼樣的明顯清楚 因為其他品牌的跑鞋 也可以跑出很好的成績 那我覺得目前它的優勢 當然就是它的輕巧程度 跟這個落地扎實感受的回饋程度 還是保有它一定的優勢 那實際來說 如果你是全馬可能跑四小時 三個半小時內 然後半馬可能想要挑戰一小時四十五分 我覺得它是一雙可以帶給你很大幫助的跑鞋 但如果你平常 像我們剛剛在跑五分數左右的這種慢跑 我覺得它就會有點 一直把你腳帶得有點超之過急 想要把你帶得很快 但是身體不一定可以承受的這樣 速度的配出情況下 或許它就會帶來比較反面的負擔 所以這個跑鞋我覺得就是小心服用 它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感受 但如果速度不夠快 就是會比較反效果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三雙跑鞋的評測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把這個Vaporfly第三代 跟其他品牌的跑鞋 這個碳板系列做一個深度的評測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對了 大家的留言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歡迎留言 這三雙跑鞋哪一雙是你最喜歡的跑鞋 我是你的家人的各位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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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